您好 欢迎收看12月1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水利鼠第九河川局执行向海致敬计划 结合了中央地方还有民间社团 共同来洁净海岸环境 一整年下来成果丰硕 九河局在17号举办了成果论坛 由各单位分享执行过程经验 更提出宝贵的意见 要作为民间度海岸环境维护工作的政策参考 花莲市的南滨海岸线干净美丽 成为全国海岸清洁环境营造的最高指标 这是水利鼠第九河川局广邀地方政府和民间社团 共同努力执行向海致敬 亲近奎兰湾的计划成果 为了感谢所有参与单位的努力 也让大家一起来分享整年度的执行成效 九河局12月17号特别举办了成果论坛会 九河局接受到这样的一个向海致敬的一个政策 我们马上就立刻号召我们所有的这些相关的机关 民间的组织NGO共同成立向海致敬 亲近回南湾这样的一个大平台 我们都知道整个海岸的分工非常的细 非常的复杂 要靠九河局大概很难单独把整个海岸 维持得非常干净 那就是透过成立这样的一个大平台 来大家把整个对于回南湾的一个愿景把它先凝聚 然后再透过我们互相的盘点资源 对齐资源 共同行动来解决整个回南湾 这样一个美丽的这样的一个 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九河局从一开始 我们从工程的手段 我们把南兵华人 透过环境景观的营造 透过大缓坡 透过滨海植物的一个栽种 透过自然石块的抛田等等 我们把整个景观做了整体的改造 再借由大家共同的力量 把这个这么美丽的一个海岸环境 把它维持得干净整洁 县长徐中卫特别出席这场论坛 除了感谢所有参与团队的努力 也肯定九河局对环境维护营造的创意和用心 在这两年 九河局跟华林县政府的合作 让我们的公务单位 其实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多 怎么说呢 有一些如何还生物 还鱼与河 还水与河 这个部分其实 这个都是属于比较柔性的 很多以前我们都是用刚性的工法 但是现在慢慢的 慢慢的跟大地来融合 而且尊重大自然 这个整个生态 以及跟地方的做互相的生态呼应 工法的呼应 所以也因此其实我听 跟这个邓紫瑜邓处长 我们聊了很多 所以其实在九河局身上 以及华林县政府 在公务的结合上面 我们就在很多的工法里 很多的以前传统工法 慢慢的不断不断的做调整 而这调整也让我们更加的重视 整个环保以及环境的概念 这场论坛由政府机关简报执行成果 也由参与的社团机构 来分享海岸废弃物清理成效 大家也提出意见交流 希望可以作为明年度执行 向海致敬计划的政策参考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